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现在做多被套牢 或者是放空被嘎到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盘中 免费coin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会在这里 尽我所能就我所学的 提供大家最专业 也最及时的建立给您 好 那我们来看到台北股市 最近表现都很戏剧化 上个礼拜一 指数财这个地方 下沙到9074低点 大家都觉得完蛋了 行情这地方开始要转空了 结果没几天的时间 指数连拉了 四五根红棒上来 到这个礼拜 指数已经站上了 9300点的大关 当然这个部分 如果投资朋友 有到我的Facebook 这个粉丝专页当中 来看我的一个 每天盘后的一个分析 或是大盘的一个报告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 不会太过意外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一 当大盘指数 那天沙到9074低点的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再三提醒 其实你不用怕 为什么 如果你懂技术分析 能够去从技术分析当中 指标抓转折 筹码看人心 价量去看未来 那一天 其实沙到9074 就跟大家谈到 如果你看懂筹码 你会知道 这里的市场心理是什么 是融资在单日大减的15亿 散户是戒胜恐惧的 往往越是这样的状况 行情是不容易持续下跌 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过 第四季的行情 会是一个先下后上的格局 拉回来当别人不敢买股票的时候 反而就是一个量小 进场买股票的时机了 对不对 那结果还现在大盘指数 是不是按照规划 回测完9000点 先下后上 当然在指数 攻上了9000点之后 这两天大家又说量不见了 今天预估量还又剩下569亿 600亿不到 那大盘再来呢 后续何去何从 如果TOSMA真的关心指数 都欢迎大家 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你去按个赞 加入追踪之后 每天收完盘 就可以看到现隆老师 针对这个收完盘之后 最新的价量结构 最新的一个 三大法人的一个动向 来跟大家谈一谈 未来大盘走势 到底该怎么去规划 怎么去预测 那在盘中 以及在这个阶段 我都叮咛大家 最重要最重要操作的重点 其实不在指数 到底会涨会跌 而是要去看盘的时候 去看懂 掌握好结构的变化 赚钱你最重要 要去做好太弱则强的动作 那什么叫做结构 也再三提醒大家 其实你仔细看 就会看得懂 原来大盘 强势股跟弱势股 他们的位阶 他们的趋势 是都不一样的 所以当指数达到9000多点 我已经跟他讲很久 你最重要的 你要去检视手上的持股 如果已经有这个地方 大户在做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 该卖就还是要卖 免得指数就算涨 你买错了 爆错了弱势股 到最后 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你可能都会看到 股价还是跌 那我举两个例子 来给大家看 一个是在7月28号 那时候就有观众朋友 call in进来 做饥渴的凯胜这家公司 那一天还特别叮咛 凯胜如果你观察他的基本面 会发现 他的业绩是什么 是在衰退的 股价观察技术面会发现 大户是持续在做出货的 所以当时虽然在做一个反弹 看起来好像在打底 在转强 但我说这种股票 就是个反弹 千万不要去抢 甚至反弹上来 应该是站在卖方的 那为什么要提醒 要站在卖方 各位投资朋友 你会看到 那时候指数 大概在9000点上下 到现在指数 已经涨到9348点 站上9000点了 指数是在创新高 可是凯胜的股价 居然弹上来 来到132块 7月28号的时候 股价在这里 那时候来到132块之后 到现在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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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跌到今天盘中最低 已经来到104块半 指数是在创新高 股价却在破底 却从132块跌下来 已经跌了超过27块的幅度 如果你报错了弱势股 大户还在出货 这个技术面已经转弱 你还不知道 还在继续报 你有没有发现 指数现在创新高 你报这一张凯胜 可能赔了二十几万 对不对 你报了十张 而且一报了一张 可能赔两万多 报了十张 可能赔掉二十几万 对不对 好那再来不止凯胜 各位投资棒 再来看到 包括像是这个高价股里头 做光鲜概念股 这一档应该是3081的联雅 联雅还记得在8月30号 也有观众朋友call in进来 还特别叮咛 叮咛第一个基本面上来看 业绩已经这个地方 从高峰开始下滑了 第二个就技术面上来看 也是一样 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现 转弱危机出现 为什么我看得懂 这里就不多说 大家可以去看看重播 那在这个地方当时都建立 反弹是要找卖点的 要赶快太弱则强 那为什么要建立说 要太弱则强 这是联雅 现在指数长到9300 你有没有发现联雅 弹上来那时候最高 只来到359左右 后来就开始持续跌 跌到今天 最低已经刹到268块半 指数是在创新高 它的股价却在破底 跌掉多少 90块对不对 一样 如果你当时不晓得联雅 已经大户在出货 已经在转弱了 你还在继续报 现在一张就好 可能让你多赔9万块 10张可能就多赔90万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了解 我为什么这个地方 一直叮咛你 最重要最重要 看盘你要去看懂 掌握结构 做股票你要赚钱 要去做太弱则强的动作 证明第一个买错弱势股 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第二个 那更证明了弱势股 其实是可以早一步之道 预先来做避开的 为什么现龙老师在这边 要开放盘中的 Coin专线给大家 因为我就是希望 投资朋友 你做股票 你不要只是说 抱着手上股票 每次看错就是套牢 就是抱在那边 想要这个等等看 能不能够解套 到最后很多弱势股 你会发现 股价一旦趋势转弱 深不见底 最终你要去掌握好结构 为什么现龙老师 能够帮你去看懂结构 这就是现龙老师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 在股市当中 点点滴滴的经验 除了基本面 我们研究的比大家更深入 技术面的部分 更运用技术分析 什么叫技术分析 我要去强调 重点不是要叫你说 这里有一条线 叫做趋势线 这里碰到了就会有压力 这里有一条线 叫做支撑 碰到了就会有支撑 这个其实在技术分析当中 我会说 如果你做股票 懂技术分析 只懂这样子的话 那技术分析对你来讲 你会觉得 好像真的没有用 真正的技术分析 我讲的是 超盘级技术分析当中的 股市结构学 其实在外面 你没有看到别人在教 为什么 因为别人很多也不懂 最终就是要去教你 怎么去正确分辨 强势股跟弱势股 以及怎么样去领先掌握 转强跟转弱的讯号 而这个部分 是我过去这十多年 二十年来 点点滴滴 这当中累积下来的一些心得 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能够运用 过去这二十年来 我累积的一些心得 你看我的节目 我能够去帮助到你 所以如果说 你在这里还看不懂所谓的结构 不晓得你手上股票 有大户在出货 还是这当中转弱讯号出来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盘中 免费Coin专线 0800-868-365 县荣老师在这边 都会提供这个免费的机会 给大家能够这当中帮助到你 希望能够让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不对 帮助你怎么样去太弱则强 更能够快速的在股市里头 反败为胜回来 其实县荣老师也就是运用 这一套的一个方法 在股市当中怎么去掌握结构 看懂哪些股票 低档大户在进货 我们会推荐给会员朋友 等到股价大涨上来 有大户在出货转弱了 自然该收就收 就像我们当时的群零 220几块推荐给大家 因为发现有大户在进货 低档转强 可是当6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报纸消息 还有很多的利多 那时候包括报纸一直在写 Netflix的价格 第三季还会持续上涨 业绩第三季群联还会继续走高 可是我发现不对了 股价涨不动了 背后已经有大户在出货了 所以那时候 我也建议会员朋友 270块出勤 那时候我也不晓得说 后来检掉居然跑去搜索群联 甚至这两天还有新闻说 原来搜索之前 调查员早就已经放消息 给很多主力金主甚至很多股市当中的大户 早就很多人去把股票卖一卖放空了 对不对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技术分析就知道 270块的时候这里不对了 有人在出货了 所以我建议会员朋友先出 后来才爆发了 所谓的检掉搜索的事件 股市崩跌下来 股价崩跌下来 跌到204块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在做股票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您手上股票 有任何疑问 也都欢迎大家 立我们的一个咨询专线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台北有位黄小姐要call in进来 喂黄小姐你好 黄老师你好 请说 问那个3691的硕核 硕核 可以去报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硕核当然是属于太阳能股当中 业绩啊股价 算是比较好的一家公司 但是 其实今年年初我就一直提醒大家 这些太阳能产业从技术面上来看 下半年会功过于求 那最近这个地方好像 硕核的股价 跌到一个程度臭 年初是六七百块嘛 最低跌到三百五十六块 差不多腰斩之后 又稍微弹上来一些些 那我知道很多 投资朋友 或是在电视上会看到一些投股老师 就告诉你 指数涨到九千三 这个指数涨多了不要紧 我们去买这种硕核股价 这个还没有涨到低低的一个股票 这个部分我第一个还是要强调 看起来它股价似乎是低基期 但它真的是底部吗 不一定哦 未必哦 那股价所谓的低基期 你都要想指数在九千三 为什么它还会再低低的 会不会基本面的部分 未来还是有疑虑 这一点我只提醒 硕核的部分 目前股价 技术面上来看 仍然是属于弱势股 那第二个要去小心的地方是说 这地方这阵子又看到硕核 这个月又有一些消息的利多 像是在10月13号的时候 报纸新闻又有写说 硕核营运谷底已经过了 所以业绩应该会开始回升 注意一下 可是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 10月13号在哪里 在这地方 谈谈谈谈了几天之后 10月13号在这里 涨到了423块 报纸利多出来 爆出一个近期的大量之后 接下来股价怎么就过不去了 然后这个黑K123456 后面7个交易日当中 只有一根红的 其他6根都是黑的 那这代表什么 投资办法来去想一想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小心 如果说弹上去 这个地方不能竞速过高 甚至再来又往下跌破了 这个月线的大关的话 技术面上来看 似乎又有大户在出货 那这种技术面 属于弱势的股票 弹上来我觉得应该还是 这当中太弱则强 会比较适合一点 所以做股票一直定名大家 最重要的重点 要去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其实现龙老师 带会员朋友也就是这样 不断的时时刻刻 在检视手上的股票 低档有大户在进货 当然我们买 高档有大户出货 当然也要赶快跑 刚才谈到群联 最近居然爆发出来 那个调查员 在去搜索这个群联公司 有没有做假账之前 早就已经放了一堆消息 给主力的金主了 股市真的很险恶 对不对 所以重点 你在这市场上 怎么样去打赢这些人 你要把自己的功力提升上来 对不对 你看得懂 技术分析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大户在进货 你看得懂先买 对不对 涨上去大户在出货 赶快跑 你自然就能够去保护好自己 自然在股市当中 就能够成为赢家 其实不止群联 包括明太不也是这样吗 16块多 发现大户有在进货 持续在买进 涨上来到8月9号 公布第二季EPS 0.7472 计增率高达三倍 利多见报的时候 发现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序号出现 建立全数出清 获利入带 对不对 这是当时的明太 一定有买进 涨到23块以上 全数出清 没有卖到最高点 最高后来又摊到 涨到24块2 我们不贪最后这一段 对不对 可是你看最近股价 不又从24块跌跌跌 跌到18块多了 对不对 所以做股票 真的 这就是极品操盘团队 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要去帮助每一个会员朋友 时时刻刻来检视手中持股 低档转强时 我们会带着你低档布局 高档转弱时 我们会带你获利入带 甚至你想知道 为什么县隆老师 看得懂一档股票 低档有大户在进货 高档有大户在出货 在转弱了 这个部分 在我们极品操盘团队 网站上面的会员专区 都有技术分析的电子书 技术分析线上的一个课程 还有每个礼拜 两次的实战教学 在教什么 就是在教大家 怎么去看懂股价背后的大户 到底是在进货 还是在出货 到底股价在转强 还是在转弱 如果说投资方 想学的话 我们都欢迎大家 这个地方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那在接下来 我们才能够去帮助你 帮助你一方面 调整你手上的一个持股 有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出来的股票 该出还是要出 免得像刚才所说的联光通 像刚才所说的联雅 或是像刚才所说的群联 这些股票大户出货了 你还不知道 结果股价就这样稀里哗啦滴下去 指数涨一样赚不到钱 那再来我们才帮助你 怎么去反败为胜 第四季怎么去赚钱 我们也就锁定在 第三季季报 亮眼成绩的黑马 法人第四季 新任良的中小新股 以及2017年 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真正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关键仍然是一句话 哪些股票 大户已经在开始进货了 已经大户在卡位了 股价正要开始转强上来了 我们不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第四季刚开始的时候 来去做好布局吗 所以很多股票 我们都是事先带大家来锁定 尤其在第三季财报 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 就只要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陆陆续续要公布 到时候季报有利多的公司 你要不要先买好 就像我们去年带会员朋友 在这地方买进5245的至今 对不对 当时不就是看好 这个第三季季报 预估会有亮眼的成绩 技术面有大幅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在当时 这是55块多的时候 推荐大家 等到季报公布出来 已经从这当中50几 飙到90块以上 赚了这一段 不止至今 明太不也是在当时16块 发现有大户在进货 股价转强上来 等到季报公布23块以上了 可以获利了结 赚到这一段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在做股票的方法 那在接下来 这一档个股 是我们最近持续在锁定 锁定到 它在第三季季报 预估将上看到1块钱以上 比第二季更上一层楼 最近大户 也开始有在做进货的动作 洗完融资的筹码之后 开始拉回来 回车大户的成本 如果说错过了去年的资金 错过了上一季的明太 新的黑马 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做好准备 永远要记得 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想把我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休息时间 就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食物要煮熟 鸡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27525868 27525868 陈通投顾高老师 集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陈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陈通投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通投顾值得托付 027525868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大盘指数现在占上9000点 可是量居然缩到 今天大盘预估量 600亿不到就570几亿 这个时候各位投资朋友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 想说这个量这么小怎么办呢 这个不会有行情吧 算了我等过阵子再说 但是永远要记得股票市场是这样 量小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没行情 甚至很多人在放空 结果量小做空会空遗憾 因为你会发现量小指数 就在低档开始涨涨涨 涨上去等到哪一天量大了 哇你看到这个行情非常火热 才想要进场买 到时候不小心就可能套在高点 就变成量大做多多套了 所以这时候量小大家都在关心 哎呀美国总统会选举会怎样 哎呀这个护港通 深港通下个月就要通了 台股会不会被排挤掉 但是你去想一想 两年前 两年前护港通的时候 台股量缩到多少 量缩到600亿出头 对不对 那融资也是在大减 大家都担心台股被排挤了 所以大盘那时候在8500 大家都不敢买 结果呢 护港通11月17号通行之后 两年前的11月17号 台股发生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往上推推推 涨上去 从8500从9000这样涨涨涨 涨到后来上了万点 涨到上了万点量真的出来了 1600多亿 很多人这时候急了 哇都没有赚到 赶快全力买 对不对 用融资去拼 结果呢 后来量大做多 不就套牢在高档 所以股票市场 有提醒大家 你要成为赢家 永远要等着反市场操作 你不想要等到量大 才去做多 才去多套牢 记得 你就是要反市场 在量小的时候 别人不敢买的时候 进场买股票 等到量大 别人在追 别人在抢 我们就可以等着快乐数钞票了 去年股市上万点 不就是这样做上来 大家在万点建议 开始获利了结 数钞票赚多少钱了 甚至我们反手放空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带我会员朋友操作的方式 如果你错过去年这一次机会 我会提醒大家 现在又是一个让你量小进场 买股票 等着未来量大的时候 快乐数钞票的机会 当然重点要选哪些股票 县荣老师带会员朋友操作 我们仍然持续 长线的部分 仍然锁定在电动车产业 锁定在ADAS 自动驾驶系统的商机 锁定在智慧车联网的商机 你会看到 我不会像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一下子 太阳能反弹 要去抢一下太阳能 一下子苹果涨 苹概股要去摸一点 一下子什么阿萨布鲁的股票涨 要去跟人家抢一抢 县荣老师 做股票 长线我们一直锁定在 真正最有爆发力的产业当中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只是我们不是说 什么公司买了 就一路的看好之后 就不管它 重点我们会去挑 真正有大户在低档进货的 我们才会带着会员朋友买 像明太 等到股价涨上去 大户再出货 我们就获利了结 像群联 像明太 像晋联 不都是这样吗 这就是我们在做股票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在接下来 当然第四季的时间 我也在叮咛大家 你就是要懂 懂得说 趁着第四季去卡好 2017年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真正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第四季卡好位 赚保一整年 未来掌握倍数利润 绝对不是梦想 就像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不就是在锁定 新世代汽车当中的新黑马 自身科 当时发现自身科 它生产的引擎 这个汽车动力系统 主动式的安全领组件 需求都在大幅度倍增 对不对 长线爆发力值得期待 重点是技术面发现 大户正在进货 对不对 股价拉回在大户成本附近的时候 来做布局 后来不就从六十几块 这是大户在这里布局 对不对 我们的成本跟大户差不多 来做买进 后来才能够去掌握到 这样一个倍数的利润 对不对 那在接下来 既自身科之后 当然不是叫你这里 去买自身科 我再三强调 新的黑马 其实也已经陆陆续续 开始发动 这是上个礼拜 我们货源朋友 拉回来继续再买进 投信也刚刚开始进场 任养的新能源车 新黑马 那今天的股价 也已经不知不觉 开始拉高上来 对不对 这个地方股价也已经开始 创下一个波段的高点 接下来还有这档个股 也同样新能源车的新黑马 生产电动车充电用的零组件 去年开始量产出货 8月营收开始创新高之后 第三季季报估计也会有亮眼成绩 上半年赚了六毛钱之后 第三季单季预估就可以出破 八毛到一块钱 超过上半年总和 那大户在这里进完货 股价压回 回测大户成本之后 指标也再度转强 像这样的个股 如果说投资朋友 错过去年的一个智深科 错过了之前的 至今明泰 这些好股票的投资朋友 新的黑马 我们都已经帮大家来做锁定 那记得机会 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如果说想要做好准备的话 记得也就要把握量小的时候 跟着我们一起进场买股票 等到未来量大 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快乐数钞票 那为了要帮助大家 能够掌握到年底之前赚钱的机会 第四季短中长期赚钱计划 我们已经帮大家订好 如果投资嘛 今年还没赚得到钱 把握年底最后这两三个月的时间 都欢迎大家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